會出現在Oh Yeah DJ的Housey 陳馨 而在本週的第九名是重新的回到榜中 來自於831的顛倒世界 在這個禮拜的第八名呢 是一支全新的進榜 不過也是我自己非常推薦的一首好歌 來自於高爾瑟 Ocean的新作品 Circles 本週的第七名是我們的好同事 同時一口氣發行了三張迷你專輯 合而為一RGB裡頭GJ講座家的第二個體溫 本週的第六名也是另外一支新進榜的作品 是來自於林儀Ring加上了帕胖團的長大了以後 第五名的作品是進榜十二個禮拜的勵志論 這張新的專輯來自於盧廣仲的狂迪 本週的第四名一口氣躍身了四個名次 搭上了華登初上電影 而不是是影集原生帶的列車 來自於Maxer 迷先生的長成什麼樣子算愛情 本週的第三名是進榜三週的小雨宋聶宇 無視Be Nothing裡面的物是生非 同樣的也是一口氣躍身了四個名次 隔離套房2827裡面來自於蕭敬騰的最最愛 是本週的第二名 OK正當我們在宣布冠軍得主是誰的同時呢 其實你現在可以來透過你的手機打開你的IG Instagram 你會看得到我們今天晚上黑大飯 連方網的官方IG頻道 我們已經打開了今天晚上的直播 我也先給正在看直播的聽眾朋友們 來你們先搶先看 今天晚上的冠軍得主就是這一位 冠軍得主就是這一位囉 然後冠軍得主等一下會跟我們來連線 先聽到的歌聲是全新的MV 也在昨天晚上正式的上線叫做焚風 恭喜菲詹文婷 看到我嗎 嗨 我們聽到聲音嗎 菲你好 我是Brian 可以可以可以 嗨 你聽到我嗎 聽得到 聽得到 恭喜菲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因為已經在IG的連線上面了 可不可以請菲先跟我們的觀眾陪我們說 hello 好不好 哈囉所有的IG上面直播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菲在外面 嗨 我跟你講 我們的聽眾朋友們 有想說怎麼無預警直播 當然我們無預警是應該的 要隨時要大家屬定你的IG頻道 菲你在幹嘛 因為他們在幫我調那個高度 所以會 那個鏡頭一直晃來晃去 沒關係 我們這邊也會飛來飛去 來 我們準備上線了 我們上廣播了 好 現在那個頭超大 這邊有了 還要走小片頭嗎 不用了 OK OK 時間中晚上是7點48分 今天晚上在我們Header5聯播網的 HIDO中文排行榜當中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歡迎 透過了今天晚上的直播連線 歡迎的是我們的冠軍得主 她是菲詹文婷 哈囉哈囉哈囉在線上嗎 嗨 你們好 大家好 嗨 來我們讓小姐姐確認一下 我們的收音的部分 來菲妮請你再跟我們 再說一次哈囉好不好 好 來等一下 我們距離太遠了 應該近一點才收得到 這樣子聽得到嗎 這樣子聽得 這樣問一下我們的工作人員 問一下我們小姐姐 有一點點雜音 沒關係我們確認一下 先確認一下 不過在我們的確認的同時 看看等一下有沒有需要重新連線 先讓我跟飛 抱上一個好消息 你的這張全新的專輯 而且也是一張名字非常非常長的專輯 叫做 飛張文婷在雲彩上跳舞 雞雞喳喳 出現在這個禮拜的冠軍寶座 恭喜你 謝謝 真集嗎 哇 來來來 嗨 對我們因為 我們會今天晚上 我們看看這樣子講話 要不要就直接進來好不好 來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 直接飛你好 請跟我們說話 來來來 我聽聽看你的聲音 喂聽得到嗎 哈囉 聽得到聽得到 喔 這樣收音好多了 嘿 太好了 OK 來飛請跟我們分享一下 冠軍的這個心得好不好 冠軍的心得 心情還不錯 心情還不錯 覺得辛苦都值得 因為感覺最近這一陣子跑 跑宣傳跑得非常非常的兇 是不是覺得一切都值得了 對的確就是現在就是宣傳期嘛 然後我們的主打歌MV 也是一直一直出來了 那不知道今天大家看到那個新的MV了嗎 今天焚風這首歌的MV上線 所以大家可以在YouTube上面可以看得到 對呀 對呀我剛剛也看了 感覺就是場景是非常多的 然後感覺拍這支MV 好像也蠻辛苦的是不是 整個就是被風 就是刮到一個 就是你知道嗎 哈哈哈 哇 真是Yoshi來 就對我來講 經歷最大的 對 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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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東西 哈哈 能吹爛的都吹爛了 最辛苦的一支MV就對了 是不是 真的蠻辛苦 因為那個在沙灘跑的那一段 在樹林跑的沙灘那一段 哇那真的是極度的體力真的浩劫 但是所以啊 因為這麼樣的這個怎麼想 花了很多的心力去完成的這一支MV 大家趕快來聽 把它點起來看起來 同樣的我們聽到的就是這一支全新的單曲 叫做焚風 Alright 我們的歌迷朋友們也已經開始寫了 說明天12點Legacy專場買起來 這是什麼意思啊 非要不要公開 明天呢 明天1月8號的12點 是不是開賣 對就是有開賣兩場演出的那個票 對 所以呢 詳情可以上我的臉書上面有資訊 然後也可以在Legacy上面找到購票的資訊 希望我們期待看到大家 明天可以買到票哦 即將要回到了這個各唱的舞台 現在已經開始如火如荼的動起來了吧 對 如火如荼 如火如荼 怎麼樣感覺怎麼樣 在這一次的這個新的演唱會的規劃當中啊 譬如場次的部分 因為我知道是北南都有嘛對不對 呃台中還有台北 台中 對台中還有台北兩場這樣子 所以從一路從二月底要唱到三月初這樣子 雖然說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現在有什麼樣不同的想法跟規劃嗎 其實演唱會整個已經製作了 就已經開案了 然後我們就是陸陸續續有在討論內容 我們自己也非常期待 OK 非常期待 對 好 但是我現在還沒辦法說有啥東西的 但是 但就是肯定是好的東西 對 一定是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在裡頭的 這一次的演出 也請大家一起來期待 明天中午開始來搶票 我要問問看 因為其實在我們的每一個禮拜五晚上要跟歌手連線 然後報上好消息 我們一定都會問說大明星你在做什麼 我剛剛都忘了問了 請今天晚上的大明星飛 你正在做什麼 今天 我正在 等一下要等下準備去彩排 明天有紅白的錄影 對 哇 對抗的錄影 對 紅白的錄影 對 然後過年的時候就會播出嘛 對對對 所以到時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明天有拿到票的明天就看得到了 對 明天有拿到票的話 明天就可以看得到先 對 因為每一年講到唱紅白 就是很有年味的 大型的這個演出這樣子 所以也請大家一起來期待 所以你今天剛剛訂完裝的意思是不是 對 蛤 什麼 剛剛訂完裝的意思 對對對 剛才去訂裝 然後等一下就彩排 好 所以讓我們可以一起來期待 我要問問看飛 連續的這個跑宣傳 然後計劃音樂的演出 這些 但是你看今天都已經來到了一月 快要第一個禮拜都要過完了 馬上就要進入年假 你今年的年假的部分 你是 你會是怎麼樣 你會是像 就是非常的 enjoy 要好好的來放鬆 好好的 但是放鬆肯定是要 對 對 就是補眠吧 對 補眠好好的把它補起來就對了是不是 就是對 補眠補身體這樣子 補一補這樣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 就是好好的演出 嗯 OK 所以希望能夠在到時候把電都充得飽飽了之後 回到了舞台上面讓我們來期待你的新的作品 我要請問一下在這次我們所聽到的這張全新的專輯 雖然我們在今天晚上聽到的墳風已經獲得了冠軍寶座的肯定 那你要不要來推薦一下在專輯裡面 有沒有哪些其他的歌曲想要讓我們的聽眾 或者是我們的粉絲觀眾朋友們能夠了解到 這支也是非希望大家不要錯過的好歌獎 專輯啊 嗯 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對於陳四首歌 因為一整張專輯聽下來會先聽到上半章 對 可是我真的非常強烈推薦下半章 哦 上半章專輯 對 上半章的 第五一首之後 第五首之後 每一首都很精彩 所以感覺Phanies就是要大家一口氣一聽 就是把整張聽完就對了 對 既然要聽就把他全部的聽完都 然後都要聽到會滾瓜爛熟之後 對對對 滾瓜爛熟之後 然後可以來到 譬如說尤其到演唱會當中的話 大家可以一起來好好地享受好音樂 OK 我在今天晚上要再一次的恭喜菲 你的這張全新的專輯拿下了冠軍寶座 在這邊我們先跟在電台 在這個廣播節目上面的朋友說聲拜拜吧 好朋友的朋友謝謝你們 拜拜 拜拜 好 好 不好意思喔 我們剛剛先把 先跟這個廣播上面的朋友們 先說完了拜拜之後 我們現在可以好好地聊一下 怎麼樣在今天晚上是 剛剛完成了訂裝的部分 然後等一下要來彩排 這一次連續的不管是宣傳也好啦 或者是在自己的演唱 演唱的這個作品上面的規劃也好啦 有沒有覺得怎麼講 帶出一些什麼樣自己的新的心得啊 或者是希望能夠讓粉絲們 觀眾朋友們能夠感受到的 舞台上面的張力 或舞台上面想要呈現出來的歌曲這樣 這個問題好大 真的喔 問一個大一點點的問題 我想說剛剛因為我們 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這個很多很多的東西 稍微有點手忙腳亂 都沒有辦法好好的問你的 關專輯的部分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真的是花了蠻多的心力這兩年 然後也沈澱出很多對於人生的體悟啊 然後就很希望很期待可以 就是分享給大家 然後我覺得音樂這件事情 當我做出來的那一刻 其實它對我而言就已經完成了 然後它就是等待大家去挖掘理念 對也許就是這個就是很緣分啦 但我還是會很希望就是因為宣傳期 然後可以有做 就是當我跑很多地方 讓大家都知道我有出專輯 但是也真的覺得 對就是有緣就是就是珍惜這樣子 OK 以音樂交朋友 對很開心用音樂跟大家交朋友 我也想要問問看 剛剛我們聽到這一支墳風 其實在音樂的曲風上面啊 嘗試一些比較不一樣 比較怎麼講 外放也好或電音的音樂感覺 包括MVA已經正式的推出 有夠吃苦的這個內容這樣 這支唱像這樣子比較電音的音樂作品的時候 你覺得怎麼樣 是故意挑出一首聽起來比較過癮的嗎 還是又要給自己不同的尋找新的挑戰這樣 嗯 其實這次的音樂真的是還蠻融合的 蠻融合很多 但主要的象限就是世界電子音樂 還有流行的一些元素 對 所以我覺得在這樣 就是這些融合的過程 那每一首歌都有它的 特殊的地方 嗯 然後嗯 其實就是 但我並沒有說一定 只有就是電子這件事 但是它就是我的一個 它就是開拓我的 想像的一個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我很重視 在於律動這件事情吧 旋律的律動感 音樂整體的律動感 是我這張專輯最重要的去呈現出來的 因為那個時候我聽說 菲準備要開音樂會啊 然後再包括呢 搭配上這張專輯裡頭的音樂曲風 就覺得好像真的大家可以 尤其你又剛剛提到律動這兩個字 真的可以大家一起跟著 對不對 在觀眾區域上面可以一起來動起來 是可以非常融合 台上跟台下的歌 所以其實就是整張專輯 從第一首歌 從融雪到焚風 一直即便是慢歌 它也是充滿律動 所以我覺得 音樂就是要這麼嚴肅 必須要讓身體有感應 對輕輕鬆鬆來聽 但是可以融合在音樂所呈現出來的那股氛圍當中 對 OK 好 最後我想要問問看 幫聽眾幫粉絲問 有沒有考慮加入跳舞的部分 這個問題是什麼 想要這樣飛走走唱跳路線嗎 是這個意思嗎 跳舞嗎 對阿對阿這邊 因為我再看一下我們這個現場 因為我們就在做直播嘛 大家有什麼問題都會直接問 有沒有考慮要加入跳舞的部分 有考慮過啦 但是後來放棄了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有挑戰才知道說唱跳不容易這樣子就對了 主要是我覺得想要跳到自己心裡面想要的那樣子的狀態 我覺得 就我覺得如果我自己認為還好 但我不是覺得我應該要去走排舞的路線的 但是我覺得每個人都有他特殊的律動 所以對我而言我可能很難follow很多人的一個集體的那樣子 對我可能是那個最辣拍的那個人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叫你跳舞 我這是只是不好意思一直敲舞 敲舞了敲完就對了 因為一起跳舞就對了 希望能夠在演唱會一起跳 榮雪好多跳舞 所以我是覺得我覺得呢就是 還有人說廣場舞是像話嗎 廣場舞都出來了 廣場舞都出來了 群舞亂舞ok了 各種亂跳舞都ok的 重點是感受律動這樣子 對感受律動用身體去感覺 好ok 包括了我知道也有很多的 因為今天晚上我們全世界都在看我們的這個直播 各個不同的地方的各個不同城市的 包括你看歌迷朋友們說要什麼時候可以來內地啊等等等等 能夠做宣傳啊能夠看到你 我想這一切都是 很多地方我們都很想去現在 就現在可能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就是 去個幾個城市然後又回來 因為疫情的關係 隔壁非常多的時間就要花在隔壁上來回 所以說現在就變得是說 希望每個地方做的完整一點 對就是每帶一個地方就是先完整 那現在目前在台灣那我們先把這個地方做的完整一點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到下一個地方 嗯 那絕對我覺得 都要long stay 深扎根 深扎根這樣子對不對 對有很多地方一定都會去不到 我們一講某一個地區然後其他的地區的朋友都在敲碗 這樣就內地也好香港也好都通通都出來了 總之菲一定會在盡可能的範圍當中 因為畢竟大環境的影響 還是一定會想辦法照顧到所有的歌迷朋友們 也讓我們一起來期待 不過在那之前那當然剛剛菲自己也有提到的 明天開始就會正式的線上的 開始發售新的演唱會的 Legacy演唱會的門票 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 好所以也麻煩大家 我知道你看內蒙古的朋友們也都開始在敲碗這樣 謝謝大家全世界都在看 真的大家今天全世界都在看 好不好 所以在那之前也先請大家 先把我們在台灣的兩場演出 把他的這個門票給他殺掉 全部給他殺光光 然後也同樣的希望 飛這張全新的專輯 下個禮拜也能夠繼續的纏連下去 帶來新加坡演愛 謝謝 謝謝 馬來西亞也好也出現了 太感動了 太多太多了 文萊 太多了 我們到時候就變成在點名了 不過待會呢也讓飛好好先稍微休息一下下 明天會在 待會是彩排 明天就會在 紅白的 紅白這小巨蛋 對 歌迷朋友們剛剛也講到了 已經搶到票的人 也已經很期待 明天能夠在舞台上面見到你 也希望 飛能夠帶來漂亮的演出 厲害的演出 不過在那之前 要再一次的恭喜飛 拿下了我們冠軍寶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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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大家MV可以給他看起來囉 焚風已經上線了 今天晚上再一次的恭喜飛 謝謝你們 下回見囉 拜拜 拜拜 好 OK 你看我們今天晚上是無預警的開這個直播 對不對 動不動我們在中文排行榜的時間當中 就會跟歌迷 歌手朋友們來連線 希望大家隨時鎖定我們黑帶飯美夢網 今天晚上待會是Housey 他會在Youtube對不對 是在Youtube上面 所以不要忘記了來搜尋HITFM 我們的官方Youtube的頻道 就可以看得到晚上9點鐘了 9點鐘了 9點鐘的 天天來看班 大家都還沒有下線 所以現在是怎麼樣 我們要唱首歌嗎 我們來唱一首歌 你舞融雪 好難喔 因為剛剛飛 剛剛飛講到說他說他跳舞 他後來沒有打舞 不然一站起來的時候你們可以變散喔 準備一下囉 72個人趕快下降下降 掰掰 掰掰